吉安相召开113年度农业发展推动咨询委员会议 就政策法律宣导还有农业发展法规及食物经营的问题来进行探讨 开启了中央、县府、地方、相会还有实际农民们的多面向沟通 这次会议还特别针对地震过后如何协助农产业振兴还有行销来进行多方的讨论 吉安相召开113年度农业发展推动咨询委员会议 就政策法律宣导及农业发展法规还有食物经营问题来进行讨论 开启了中央、县政府、地方、相农会还有实际农作委员们的多面向沟通 而这次会议还特别针对地震过后如何协助农产业振兴和行销来进行多方的讨论 113年吉安相农业咨询发展委员会今天来召开 希望在0403之后各面向的农业问题 还有各个产销班的农民以及各个环块的问题 能够在这里集市广益大家一起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甚至于带来了配套式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除此之外也谢谢农粮署带来了有机农业和吉安相农会 带来的一些专业的引导以及花莲县农业处带来的一些政令宣导 我相信这个都是非常务实在地方农民必须要知道的 也要透过我们知询发展委员来作为一个会议共通的一个意见的表述跟表达 还有分享我们希望单打独斗的社会过去了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集市广益 大家把现实的问题灾后的问题以及农业的问题一起发掘出来 对农民真正的产生正向的效益来解决必须改善的面向 这次会议除了地方咨询委员还邀请了农业部、农粮署、华联省政府农业处、吉安相农会等共同出席 针对正后更面向农业问题还有产销般面临困境提出许多建设性的行销意见 也配套演领出可解决方案进进未来 要共同增进农民的福祉 建议会既然相报道